中美高層在夏威夷要見面 本來是密會 結果被西方的路透揭露的訊息 就不叫密會了 因為全世界都知道 那到底會不會成真呢 日期在6月17號 那應該後續會有更多的媒體 如果真的見了面 會有更多的報導 這也算是在今年1月15號 劉鶴跟川普簽的第一階段 中美之間的貿易協定之後 雙方的這麼高的層級 第一次的見面 請問郭委員 你覺得觀察重點有哪些 我覺得主要 我的判斷啦 我認為現在是美國希望 那個採購能夠如期進行 因為比如說他說要 採購500億嘛 500億美元 那這個只有人員的部分 到今年4月只採購了46億美元 然後大豆的部分現在都暫停了 那這個對美國 對川普來講是很大的選情的衝擊 因為不管是人員或者是農產品 都是有利川普的選民嘛 所以他無論如何要表達出 他有努力過這樣的動作 因為目前講白爽 這個中國有求於美國 除了華為那種科技戰的禁止之外 它事實上它的跟美國的貿易量在下降 所以你說那個關稅25% 那個已經很久了啦 到沒有那麼迫切 那其他你說 比如說香港 香港都已經發生了 然後你說媒體採訪權 那是什麼小事啊 對不對 所以感覺中方針對華為這個科技封鎖的問題 我不相信他會預期美國有放緩緩的空間 這個也太天真了 國委員是從一個迫切性去解讀 為什麼非得截滅不可對不對 那迫切性的話 因為就是川普的選舉現在的民調 所以列出來可能談的話題 包括了疫情 軍隊的控管 貿易香港 北韓媒體採訪權等等 當中貿易這一塊 川普要求大陸採購的數量能夠拉高 這是最重要的關鍵 這是最迫切的意義 然後幫助他這些州的民調拉高 這個是川普唯一在乎的問題 唯一在乎 那也得有人搭配去演這台戲 因為現在看起來 中方還滿願意一起鋪成這個梗的 因為知道前段時間幾個月 陸媒在報導蓬佩奧這位人物的時候 把他形容成是人類公敵 但是人民日報在14號報導的時候 就改口了 說中美兩國人民友好交往遠遠流長 雖然有一些政治人物會可能造成阻礙 但依舊中美人民基本上是有好的基調不變 所以這個風向轉滿快的 所以包括了中美雙方的網民看到這些轉向 就覺得哇 瘋了 難道現在一下就不反美了嗎 不過這個外交雜誌 美方也是對於楊潔篪評價也都是滿好的 看起來是要營造鋪路啦 但我想先請教一下陳教授好了 你覺得見面要各取所需嗎 剛剛郭源講的就是看起來需求比較多的 現在是川普那一方面 那如果是各取的話 那中方配合 配合到這種程度 那他要取什麼呢 我的分析的話是不管他們見不見面 我的分析都一樣 不管有沒有見面都一樣 高層美國跟中國之間的見面 或者是會談 接觸 一千個管道以上 沒有 不是說一定要在哪裡見面 或真的是類似楊潔篪跟胖佩奧 直接見面才是 水面下我們看不到的 真的沒告訴你的 也沒有媒體報導的 多的是啦 多到不得了啦 重點只有兩個 一個經貿問題 這是中國方面 當然也是郭老師郭教授所講的 美國方面因為要選舉 所以非得照顧一下他的選區 這個可以理解 另外一個香港問題 香港問題才是重點重的重點 包括就是要把香港變成 不是現在的香港的美國的立場 這個我們都已經知道了 這個節目一定可以討論過吧 對 所以也說那個是重點 包括香港的親中的人士 或跟香港有關的中國人士 在美國的資產跟金融上的問題 是中國方面非得去注意處理提醒的部分不可 而美國國務院的部分 特別是負責外交國務院 蓬佩奧當然知道 捏著中國的重要的金融的出口的 香港這件事情要怎麼樣告訴你 我會做什麼 我還要做什麼 我可以做什麼 你剛提到一個 香港問題當中的親中人士 或者是這些中方的一些高層官員 他們的資產的部分 對 沒有錯 這個可能是中國高層 其實老百姓不太關心 但高層不關心 因為我看了一個數字 所以非得出動不可 高層有美國綠卡 或者是居民身份的人 所以這次出動的是楊潔篪啊 不是劉鶴啊 所以它是外交部門的核心中的核心啊 所以現在要處理的是外交問題 而不一定是經貿問題 當然我剛剛講的 郭老師也講了 經貿問題仍然是重中之重 而且那個也不是一天兩天的 才夠為不算 我補充一下陳老師啦 事實上有這樣的一個統計數字啦 說在海外有財產或有身份的 高官的相關親屬 你說有美方身份的 對 不是 還有澳大利亞 就是五眼聯合 OK OK 108萬人 中共的高幹 對 不只是高幹 就是親戚啦 OK 相關人士 就可以追溯到你的 相關人士 喔 所以這也是核心問題之一 同意 同意 好 這個 可是這個不會浮上台面 不過剛剛陳教授提到一個 就是談判的人選 其實是一個詢問 沒錯 而且如果是密會 又是由路透西方的媒體 放出來 要大家知道 這就是另外一個用意了 就可以知道 誰可能這時間內比較迫切 所以放 他就放給大家知道 我要談嘛 就是美國放出來的 對 沒有錯 您的判斷是正確的 了解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美國還放了很多消息 就美國商務部 現在是確認 之前是媒體報導 現在是商務部確認 就是要開放美國的企業 跟華為合作 來制定5G的網路標準 遊戲規則啦 報導還分析 因為美國企業 他們認為討論過之後 如果他們真的退出 不跟華為去討論 這個5G流行規則的話 反而他們會失去的話語權 失去話語權之後 相對就讓華為去 佔了先機 去制定標準 所以不利於美國企業的競爭 所以之前抵制老半天 現在想通了 我還是要參與 要不然就被別人給搶走了 賴老師你怎麼看 商務部現在是確認了 白臉 有沒有可能到時候又來一個 國防部變黑臉 其實這不是白臉黑臉的問題 這個是承認現實的情況 跟之前不承認現實情況的問題 因為之前已經公布了很多 就是在整個5G裡面 華為的專利權 遠遠超過美國的專利權 也就是說目前來講 核心技術這個部分 華為掌控的最多的專利權 這是聯合國的這個專利局 他們本身的公布的一個情況 你想想看 你今天你在這個之前 你想用打壓的方法 把華為打壓垮 然後或者是我投降屈服 可是問題就是 你用的各種辦法 包括把我的芯片都控制了 那我華為沒有屈服 你看不管是軟件 從Google和Android系統的軟件 然後到這個芯片 你用盡各種辦法 然後甚至阻止 那麼很多國家 來買我的華為的產品 你想把我的國外的市場 把它萎縮 也就是說你想建立一個聯盟 讓我在國外的市場萎縮 然後讓我生產不出來 把我的手機打掉 把我的5機打掉 你想把華為終結 就像中興一樣 向你扶手撐撐 可是華為頂過來了 他發現打不過就加入了 你打不過他頂過來了 頂過來了以後 馬上面對一個最殘酷的事實 就是目前在通訊委員會 就是國際的通訊會議中 已經確認了華為是標準 這已經被確認了 那華為的本身已經是主導權了 你今天美國企業不能參加的話 你美國就out 那也就是說全世界都已經開始 用華為的標準來做來推動 你想想看全世界的供應商 開始在做這些5G產品的時候 誰說話算 華為說了算 但是你美國說了沒算了 因為你美國在5G 你沒有發言權 那老師川普這一步 會不會讓美國的選民認為 白宮川普現在軟了嗎 也不會 因為我覺得話說就換話 就過去了 因為美國的選民也很務實 反正關我什麼事 這個我要修正一下 這個標題是寫錯了 這個不是出口禁令 這個是參與科技標準的制定 它讓美國企業可以來共同參與 可是出口禁令仍然繼續存在 比如說你不能使用 美國的半導體的設備 這個並沒有解除 所以針對手機的晶片 針對5G的晶片 美國現在還是一樣出口禁令 但是你看三星馬上就接管了 這個台積電的業務了 它已經跟日本完全建立 一套獨立的這個生產流露的系統 這個還要觀察 它現在是小規模的 成立一個非美系的生產設備 它在西安要讓讓看 可是它是不是敢 去挑戰美國的底線 說我就把它放大 從此非美系以我為主 那不是跟美國槓上了嗎 這個是我就要請教 郭委員的問題了 因為的確因為三星計劃提供給華為一個 5G設備代工的一個工廠 開始要run 那相對應的就是華為它 在智慧手機市場上面的試占率 可能會有一塊 不管是手機的款式或者是 你會願意讓給三星 還會試占一部試占率出來 會做一個交換 對 這樣的美國圍堵也讓華為四月份 它的試占率史上第一次 對 超過了三星 手機總量 手機的總量賣 這位手機是第一名 對 美國圍堵反而是 間接幫了華為在銷售率這部分 因為大陸人就直接買華為了 你怎麼看這個事情 而且 你講的是激起了愛國心 所以國內市場變大 東南亞跟歐洲真的是大跌 因為不能用Google真的差很多 不過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就是考驗三星 因為最近也傳出另外一個訊息 比如說李在榮 為什麼舊案又重審 那背後有沒有美國的力量 你知道我的意思 所以我說這個國際的政治 你就說看你三星要做到什麼程度 比如說你現在一副好像 我就要在西安擴到 我的半導體投資設廠 那第二階段要進行了 那你被美國封了沒關係 台積電不敢賣 我來幫你 如果這個部分的規模再做大的話 川普會把它當作是一個背叛嗎 我認為會 會 美國對三星還是有辦法的啦 你不要低估美國的力量啦